这次的PPI出来,美联储的通胀目标就要达到了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次PPI释放的信号 密西根消费者新指数也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 这个提醒是什么呢? 昨晚特斯拉举行了他备受瞩目的Robotaxi大会 结果大失所望,股价暴跌 未来无人驾驶还有戏吗? 这批摩根股价大涨,银行反应经济非常好 那么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今天的市场全线上涨,导致涨近1% 标普百涨了0.61% 板块方面,今天非必需品和科技板块下跌 非必需品受特斯拉影响,跌了0.41% 进而板块领涨,涨近2% 上来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重要的宏观数据 有生产者价格指数PPI 还有密西根消费者新型指数 这两份数据释放了什么信息呢? 11月份不降息的可能性有升高吗? 先来看PPI 数据显示 9月,民营的PPI环比零增长 低预期的0.1% 全年则为1.8% 高预期的1.6% 除去食品和能源的核心PPI 环比上升了0.2% 符合预期 全年为2.8% 略高预期的2.7%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 整体比较mixed 但各大媒体都更注重环比数字 认为民营数字的低预期 反而些许的降温 让11月份不降息的可能性降低了一点 CME上 市场对10月份不降息的概率 就下降了近3个百分点 从16.7% 回落到14.1% 当然这么小的变化 基本可以忽略 也就可以认为 这次PPI对降息预期影响不大 不过PPI通常被认为是CPI的前瞻指标 而昨天的CPI 我们看到了很多项目都出现了回升 所以我们有必要 对这次PPI里面的细分项目 做一个观察 看看哪些类别 未来可能值得警惕 从细分数据上 这次PPI里面的关键就两个部分 一个是食品 一个是能源 食品环比上涨了1% 创下了一年多以来的最大涨幅 而能源则大跌了2.7% 成为最大的拖累因素 各个核心PPI项目 则基本只出现了 0.1%到0.2%的环比增长 较为温和 这表明这个月 从PPI这个角度 核心通胀上升的压力并不大 可以减缓一定的通胀担忧 PPI的另一个作用 是帮忙推导出PCE 美联储最关注的指标 RSM的首席经济学家就写道 根据这次的CPI和PPI 他们预期民营的PCE 环比上涨0.2% 全年进一步下滑到2.1% 而核心则分别为 0.2%和2.6% 民营数字进一步回落 就允许美联储继续降息 而核心数字 如果看三个月和六个月的年化 也分别为2%和1.8% 法治持美联储加快步伐 Pantheron Microeconomics的经济学家 则预期核心指标 上涨0.25% 约等于0.3% 偏高一些 预计这样的数字 会让美联储谨慎 只降息25个基点 阿基认为 这次PPI削弱的昨天 偏热CPI的负面影响 但并没有改变 整体的降息步伐 只要这样的数据持续 未来美联储 还是会按照 不及的总基料去降息 而对我们投资者来说 比起每次降息的幅度 和未来降息的速度 更为重要的是 未来利率的终点 这对我们的仓位布局 有深远的影响 如果以后美联储的利率 维持在3%左右 那么从一个布局的角度 债券等固定收益的标的 会仍具吸引力 成为未来不可或缺的标的 而如果利率 能够进一步下降 到2%甚至以下 那么投资上 为了跑赢通胀 我们可能就要更激进一些 这些长期的思考 不能忽略 接着我们来聊聊 密西根消费者新指数 数据显示 10月 消费者新指数为68.9 低预期的70.2 和上个月的70.1 对于当前经济的情况指数为62.7 低于上个月的63.3 代表未来半年 消费者预期的指数则为72.9 也低于上个月的74.4 整体表明 10月初 消费者对经济的观感有所回落 但幅度很小 密西根调查的主管就表示 这样的跌幅可以算在误差范围内 消费者对经济的观感 还是要比2022年的低点高出40% 比去年同期也高出8% 表明拉长时间来看 消费者的信心在恢复 当然 消费者对于高物件还是表示不满 尽管通胀预期已经回落了不少 对于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 则回升到了2.9% 高于9月的2.7% 5年的通胀预期则为3% 低于9月份的3.1% 另外主管还说 俄乌和中东的情况 虽然被广卫报道 但绝大多数的消费者 并没有认为和经济有什么联系 倒是有很多受访者 因为大选保留了对于长期经济的评价 认为还不明朗 这次调查中还有一个好消息 长期的商业环境指数 提升到了半年以来的新高 消费者对于未来经济的环境 还是较为乐观 对于这份调查 阿基认为 重点还是在提醒我们 大选对经济的影响 目前不管是消费者还是企业 都因为大选没有尘埃落定 所以在观望 接着我们来聊一下 昨天晚上特斯拉的Robotaxi大会 这次大会 可以说大失所望 所以今天特斯拉股价出现暴跌 一点也不冤 我们就来回顾一下 大会上的内容 这次大会如果总结 那就是太过简短 缺少细节 甚至昨晚 评论区就已经有观众 帮我总结了 这次大会的基本内容 也谢谢这位观众的总结 首先需要提及的是 这次整个场馆的设计 就是在模仿繁华的街景 周围有电影院 骑行的人 还有其他车辆 Robotaxi 或者说CyberCab 登场的方式 是在模仿街头打车的场景 有马斯克 在另外一个地方登车 然后以无人驾驶的方式 来到舞台一侧登台 整个车的设计 和我们昨天分享的 原型图差不多 前置的车灯 和Cybertruck一样 是一条横贯车头的锡杠 两扇欧义式车门 可以大角度开启 方便乘客上下车 座舱空间也比较小 只能坐两个人 确认了没有踏板和方向盘 同时还没有插座 会采用感应的方式 无线充电 马斯克说 会场中的人都可以乘坐 体验一下无人驾驶的未来 演讲中 马斯克就表示 自动驾驶汽车的安全性 预计将是人类驾驶汽车的 10到20倍 而且运营成本也将大幅降低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预计CyberCab的平均运营成本 将在每英里20美分左右 消费者也可以选择购买一辆CyberCab 成本将低于3万美元 但问题是 这些说法在2019年 Autonomy Day就已经说过了 投资者想要看到的是 更确切的数据 包括当前FSD的安全性 和未来的进步路线 从中了解 自动驾驶到底什么时候 能够彻底实现 结果马斯克这次只字未提 他只是确认了 明年会在加州和德州 启用不用监督的自动驾驶 也可以说是无人驾驶 然而这个到底 只是让汽车更新软件 还是为以此开展无人打车业务 还不是很清楚 马斯克说 在大量生产CyberCab之前 会使用Model 3和Model Y 来实现无人驾驶功能 Model S和X也是如此 基本上 任何特斯拉生产的车辆都可以 但Model 3和Y 需要先在美国 获得监管机构许可后 才能实现无人驾驶 然后再向美国以外的地方推进 至于投产的时间表 马斯克则自嘲 说自己总是太乐观 先预计说CyberCab 将在2026年开始生产 但后来又补充 不会晚于2027年 X上一些质疑的声音就表示 从Autonomy Day等了5年 然后得到的是 需要再等一两年 而且还没有任何细节 这次活动最大的惊喜 应该就是RoboVan的出现 这是一辆能够容纳20人左右的面包车 也可以用来运货 让出行成本降低到每英里10到15每分 不过马斯克并没有提到 RoboVan什么时候生产 按照当前的时间线 肯定也在CyberCab的后面 不会早于2027年 另外就是机器人Optimus 这次Optimus在活动上 就展示了一段舞蹈 他还在吧台 父子给餐会的人倒酒水 马斯克就说 特斯拉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如果按规模生产 它的价格应该可以在两三万美元左右 而且将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产品 因为每个人不只会要一个 Optimus可以做任何你想要的事情 可以当老师 照顾孩子 可以遛狗 修剪草坪 买菜 甚至可以做你的朋友 当然后面 根据活动内流出的一些视频 这些机器人并不是完全自主的 而是由人远程操控的 这么做 或许是为了降低出错的概率 不知道我们观众 对这次特斯拉的活动有何评价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 本周末 美投军会结合这次大会 聊一聊他对这次大会的主观感受 以及对特斯拉无人驾驶业务的展望 敬请期待 阿吉就先抛砖淫浴一下 这次大会 我显然是很失望的 因为从一个投资的角度 所有想要的答案都还是在猜 包括特斯拉什么时候 能够实现L4级别的自动驾驶 未来的无人驾驶业务 具体的营收成本结构又是什么 目前监管对特斯拉什么态度等 唯一可能稍微好一点 就是CyberCab 没有方向盘和踏板 可能在某种程度上 反映团队对自动驾驶的信心 当然也不排除是马斯克一个人的想法 因为那样比较酷 因此股价回吐了之前的期待也就不奇怪了 而今天 反观Uber和Lift 两家公司因为少了特斯拉的威胁 股价就狂涨 说完特斯拉 我们再来看看银行股的财报 重点关注一下 全美最大行JP摩根的表现 从中 除了了解JP摩根的业务情况 也从他的坏账准备金和业绩展望 了解下他对美国经济的看法 财报显示 JP摩根的记录营收为 433.2亿美元 同比上涨了6% 高预期的416.3亿美元 美股盈利为4.37美元 也高预期的4.01亿美元 其中 利息收入为235亿美元 同比上涨了3% 高预期的227.3亿美元 公司指出 这部分主要是由资产组合变动 和卡类余额升高驱动的 但消费者银行业务的息差降低 产生了拖累 非利息收入则为198亿美元 同比上涨11% 这部分 由投资亏损减少 更高的资产管理费用 和更高的投行佣金导致的 坏账准备金方面 这次为31亿美元 高预期的29亿美元 和上月的水平 这就表明 公司相对来说 要比市场更谨慎一些 而谨慎的原因 基本上都是因为卡类服务 公司指出 因为消费者卡上的 现款余额上升了 所以需要预留更多的资金 好在真实的坏账率NCO 也就是银行追不回来的比例 并没有出现上升 反而还下滑了 从二季度的3.5% 下滑到了3.24% 这显然对经济来说 是个积极的信号 代表目前消费者还算健康 分析完消费者 我们再来看看投行 和商业银行业务 从中把握一下 美国企业的情况 财报写到 投行业务营收上涨了29% 各类产品的佣金全部都上升 这说明资本市场相对活跃 但借贷营收下滑了2% 整体企业的存款余额则上升了 造成更高的利息收入 这可以表明 企业们还在赚钱 但借贷意愿有限 这也是个好消息 企业们还在赚钱 就降低了未来裁员的可能性 现阶段只是不愿意投资扩张 经济并没有显著恶化的基础 指引方面 公司预计下个纪录的利息收入为 229亿美元 略高预期的224亿美元 全年利息收入为915亿美元 高于此前指引的910亿美元 总花费则调低 从之前的920亿 变为了915亿 然后维持全年卡类坏账率 为3.4%不变 整体是一份值得乐观的财报 于是股价就大涨了4% 这批摩根的CFO就告诉记者说 消费者没问题 底气还很足 更多的坏账准备金 只是因为公司信用卡欠款余额的体量上去了 并不意味着消费者在弱化 阿基认为 任何时候 一份好的银行财报都值得乐观 因为银行是经济的润滑剂 只有当经济表现好的时候 银行才能够产生好的业绩表现 而杰平摩根这样一份财报就证明了 当前美国的经济确实还很强 因此我们对未来的企业盈利 应该抱有乐观的预期 如果你觉得阿基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阿基想请各位看官帮我一个小忙 有空的话 麻烦帮我点点下方置顶评论中 盈透证券IB的链接 盈透证券IB正是我使用的券商 他们现在提供极高的无风险利息收益 你投资账户中为投资的现金 最高可以获得4.33%的利息 阿基的另一大特点是成本低 美股交易零佣金 相比于其他券商 阿基的期权交易也非常便宜 此外 阿基的换汇功能经济实惠 阿基提供市面上最好的换汇汇率 并且手续费低到可以忽略不计 如果你是深度交易者 阿基的交易平台功能也十分强大 尤其是期权功能 功能期权且方便上手 除此之外 他们还提供各种免费的研究报告 交易工具 以及及时的新闻更新 所有这些功能都可以让投资者 能够在交易的时候 获得更全面的帮助 总结一下 阿基既便宜又好用 是券商界的Costco 是良心券商 如果你还不了解阿基 强烈建议 点击置顶评论链接查看详情 你的点击会帮我增加收入 也算是对我持续更新节目最大的支持 按照惯例 我们再来一个一周总结 本周三大股指全新上涨 都涨超1% 到这领涨 涨了1.21% 小板股罗素2000 则涨近1% 板块方面 本周科技板块重回强势 领涨2.5% 工业板块也涨超2% 公用事业则领跌 跌超2% 利率方面 本周10年期国债利率再度上涨 涨超3% 现在收在4.1% 两年期国债利率 则未涨0.79% 收在3.96% 石油本周先大涨后回落 WTI原油最终收涨1.4% 为75.44美元一桶 美元上涨0.42% DXY收在了102.92% 比特币本周一度跌破6万大关 现在收在6万3附近 黄金横盘 未涨0.14% 收在2657美元样式 本周的市场 就主要围绕着上周五的大费农就业数据 和这周四的CPI 有一连串美联储官员出来讲话 但总体的基调没有变 基本上强着耐心 未来会持续将利率调低 只有亚特兰大联储主席Bostick 提到了如果数据支持 10月份可以选择跳过 CPI高预期 但PPI还行 无法改变美联储降息的步伐 另外 地缘政治的风险并没有解除 市场仍不确定以色列会如何回击 中国周二的刺激令人失望 股价大跌 各股方面 JP摩根业绩超预期并提升指引 导致股价上涨 百事集团营收偏弱 但盈利超预期 公司反映消费者有些犹豫 特斯拉Robotex大会如期举行 但大是所望 股价暴跌 司法部考虑拆分谷歌 AMD推出新芯片叫板英伟达 下周值得关注的宏观事件有 周一下午3点 美联储理事Waller讲话 周二早上8点半 纽约州制造业数据 下午1点 美联储理事Kluge的讲话 周四早上8点半 初领事业级人数 零售数据 9点15 费城制造业调查 10点 开发商新指数 周五早上8点半 新建房屋数据和建筑许可 10点10分 美联储理事Waller讲话 值得关注的财报有 周二盘起的Wallgreens 联合健康 美国银行 花旗银行 强生 高盛 嘉兴理财 Progressive保险 盘奥的联合航空 盈透证券 周三盘起的SML 摩根斯坦利 周四盘起的台积电 盘奥的Netflix SRG 周五盘起的保洁 美国运通 以上今天全部内容啦 如果各位觉得话不错 别忘了点个赞再走 这些输出不易 爱我们的支持 谢谢各位 祝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